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感謝陳也謝謝教會讓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記得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一起來思考 健康情緒DIY 情緒它每天24小時如影水行的跟著我們 就好像我們今天一點多到了Sé-Mosé 然後我先那邊他有一些輔導的個案 然後呢之前我先跟我說 你講後面結尾我講前面 然後呢所以我就OK 然後剛剛要開始的時候 他七點鐘在on the way 然後就想他到底前面來不來得及開場 所以呢他就跟我說 我如果來不及呢就你先開場 我說好那我就準備我開場 後來呢他到了我就想那我就是結尾了嘛 所以我剛剛上台前一秒鐘 他說你前面你前面 我講一下前面 你要講前面 OK 因為今天下門兩個那個舞蹈的個案 所以其實我就可以從這裡開始講 其實人與人之間 很多人都說哎呀牧師我跟我先生我跟我太太啊 怎麼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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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怎麼解決 然後呢每個人的情況都是不一樣 然後也都是很很也都很複雜 那其實所有的問題你知道都在哪裡 都在哪裡 你說萬遇也好 你說什麼我們因為親切的關係 因為孩子的關係 因為種種的關係 有些衝突等等等等 其實真正要解決問題是什麼問題 就是情緒問題 就是我跟你在一起 我的感覺 我的感覺你知不知道 好 比方說男生女生 男生就是從小就比較講理 比較不懂得講情 可是在任何情侶關係當中 既然是感情就是講情 好 那我們輔導部有多的個案 我舉很簡單的例子 你甚至要講一句話 說我們還有什麼好想的 他打我 那請問嚴不嚴重 當然嚴重嘛 他說說男生怎麼講 就那麼一次 也只有一次你要講到什麼時候 而且那次有一次知道嗎 我為什麼要打他 請問 男人打女人會不會有故事 一定有嘛 從沒有故事 除非你喝酒 除非你稀土 那個不是正常的意思嘛 好 所以他就講公司 你看我 我像個打人的人嘛 我怎麼可能會打他呢 怎麼打他 就是因為 後面有沒有故事 當然一定有一個故事 而且所有的故事聽起來怎麼樣 都很合理嘛 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們聽過的 合理的故事是什麼 我聽過最合理的 我在基督教醫院工作 在台灣的書站 在嘉義基督教醫院工作 我聽過最合理的 就是派他來告狀 阿牧師 先生對我動手 我說 唉是的 請先生來聊一下吧 先生就來了 先生也會來的就代表他很有理嘛 是不是 沒有理的他哪裡敢來 臺灣話 臺灣話就是說 怕惡的高度 所以打到我婆子 豬狗牛 怕惡台中 就是說 怕惡的那是大丈夫 是男人就怕惡 那就不要說 因為是男人權都大 好就這個大男人主義 敢怕女人的 那代表你是真男人 這個是大概就這樣的一個意思 大概是要先好言相勸 我說這個 怎麼會這樣呢 他說 哎牧師啊 這真的是 我也知道我錯了 我今天就是還認錯了 我真的是不應該 我說那是什麼情況啊 我說沒辦法 這老婆很愛我 所以每天我一出門 就是 阿老婆再見 然後記得到公司 趕快打電話回來 就是才剛剛出門 他說我每天到公司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打卡 第二件事情呢 打電話 阿老婆到了 老婆很滿意 下班 第一件事情打電話 老婆我下班了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打卡 然後就回家 所以呢 每天非常規律 那家宜不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所以他從他工作的地方 工業區回到他家 大概差不多是20分鐘左右 那天什麼情況呢 就是那天呢 40分鐘才到家 每天都是20分鐘 老婆在家門口等 安安安的回來了 非常幸福美麥 但那天40分鐘 老婆就在門口連著抽 幹嘛去啊 沒有啊 沒有 幾點啊 現在才回來 然後 然後 他老婆就說 塞車 老婆就說 哪裡塞 什麼叫哪裡塞 就哪裡塞 哪一條路 你每天都走這條路 你告訴我哪一個路跟哪一個路好 他說 就哪一個路跟哪一個路好 那個就塞 帶我去看 欸 那要不要帶他去看 要啊 老婆都講了 帶他去看啊 我說你真的帶他去看 他說 對啊 不帶他去看 那還得了 他說事情怎麼結束 帶我去看 你不是剛到家嗎 上車 好 開我先 到哪裡 剛剛就這裡塞啊 老婆說 現在不塞啦 老婆說 不塞我塞 塞你的耳光啊 就動手吧 好 那 這個實在是 當然他還是不對 可是有時候我心裡想說 哇 如果我老婆這樣對我的話 如果是嚴格到這種分秒不差 哇 那是窒息的愛 那也是很辛苦 所以每一個人動手 他都會有一個故事 也是感覺情有可原 可是你當然知道不能夠動手 好 所以男人就會說 我那動手 是因為怎麼樣的人啊 講完了 也就那麼一次嘛 老婆說 可是從此以後 我跟你生活在一起 我就有一種恐懼感 男人就覺得 有什麼恐懼 我天天打電話你才恐懼 我就打電話你 有什麼恐懼 明天都懂啊 男人的差異 就是男人沒有辦法了解 那個女人被暴斃之後 那種恐懼感 你講大一大聲 你一靠近他 他馬上覺得 你是不是又要打我了 我一輩子打過你這麼一次 但是那種恐懼的感覺 對一個女孩子來講 對一個比較沒有反抗力的 在生理上比較沒有反抗力的 女人來講 那是蠻恐懼 所以就從這個小小的理解 你就可以知道 人與人 最大的關係就是在於 你了不了解他的情緒 孩子為什麼很多話都不跟你講 通過很多朋友講 為什麼 那你幫他想說 其實怎麼講的會怎麼樣 講的也不會怎麼樣 你也會避了他 可是就是你家有一種 有一種金色恐怖 就在愛的裡面有一種金色的恐怖 温暖的恐怖就是 他知道如果讓你不高興的話 他就是不孝順 所以他就是會有一種陰影 所以一個人在家裡面快不快樂 你就看他在家裡面的情緒 是不是很放鬆 因為是我們 我們那時候在紐西蘭圈 叫有人到我們家來 那有人來 我們去請他去吃飯 那我們家四個小孩就說 你們誰要去 他說 沒沒說 我不想去 他說那你們去 我們就走吧 車上的人就說 你們家可以這樣嗎 我說什麼意思 可以不去啊 我說可以不去 為什麼可以不去 我們家不行 我媽媽說 一家人 要去就一起去 不去就都不要去 這是家庭 我說那個比較像共產主義吧 他說我們不是這樣 所以說 你們要吃飯吃麵 我說我要吃飯吃麵 他說 逃動好 要吃飯就全部吃飯 要吃飯就全部吃麵 有的吃飯有的吃麵 到底想怎麼樣 啊四五個小孩就在那邊商量 到底要怎麼樣 好 一個結論就出來 吃飯好 全家快快樂樂去吃飯 這是不是集體行動 所以如果應該開始 他知道說集體行動就是這樣 這叫做家 所以有人一個人不高興的時候 身上原則與哀哭和同哀哭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難過的話 你在高興什麼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常常在我們過去的家的裡面 我們的情感全部是打包在一起的 你不太允許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情緒 因此家就會變成一個窒息的地方 可是什麼是家 真正的家是你回到家裡很輕鬆 你真實的感受你的情緒 在那當中 你可以真實的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爸爸媽媽有小孩都會讀教你的書 你就發現說 這孩子要生氣 爸媽也會生氣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我記得我小時候是這樣 你生氣爸媽媽 你受什麼氣 你有什麼好生氣 奇怪 你現在冷靜地想想 我生氣是犯了什麼王法 什麼叫做有什麼好生氣 那我就是生氣啊 父母就說 怎麼啦 有什麼事情生氣啊 不是 是大家都應該開開心心 尤其像我是牧師的家裡 我們信主的人有什麼好難過的 好處就是長長其樂 凡事其樂 都交出給上帝了 你有什麼好生氣的 你有什麼好計較的 就是把所有的負面的情緒 通通都阻斷 只允許有正面的情緒 只允許有快樂的情緒 那不是只有我是牧師的家裡 華人的家庭都很容易是這樣子 所以一生就有什麼好氣 可是在一個比較懂教育的家庭裡面 他說你生氣啊 那你要不要到房間裡面去啊 你生氣得你不氣了你再出來 這就告訴你說你可以生氣 你有你的情緒 可是你的情緒不可以干擾別人 所以你就到房間裡面去 等你氣消了你再出來 然後你再告訴我們你為什麼生氣 然後再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可是我們文化比較不是這樣子 所以在我們文化裡面不太了解情緒 甚至於後來在我自己做牧者的過程當中 我也發現基督徒好像一般的人 更不了解情緒 我們常講就是說不可以生氣 不可以生氣 不可以寒高的弱 那你真的要按照這個教育去執行嗎 很多人就會說 我嫁給一個屬靈的人我就幸福多了 我娶了一個屬靈的人我就好多了 你確定嗎 什麼是屬靈的人 早上就放中國清晨五點鐘 你就要起來撐到了 所以到六點就是不屬靈 就是他愛六點 就是愛世界了 那五點他也不吵你 他就放師哥自己在敬拜 你有沒有壓力 我不知道 可是你也不要隨便生氣 因為你一生氣他就是往床外看 你看什麼 我看你還能氣多久 因為不可寒露到日落 氣你日落大概剩下 一炷香的時間 你能氣多久 當你在生氣罵小孩的時候 你這個旁邊很屬靈的朋友 就會告訴你 一句話說的合理 就像擠蘋果放在油網子裡 然後他就會跟你講說 只可祝福 不要出這些話 不要上癌子的氣 要常常鼓勵他 你要說造就人的話 你會不會崩潰 所以我們可能重新需要認識一下情緒 師父一樣會講到說 這個情緒 健康的情緒 你要怎麼樣自己要很現實的 執行的層面 那我比較多是從神學的角度來講 上帝造人的時候 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 那什麼是神的形象 是眼睛鼻子嘴巴嗎 不是 上帝的眼睛鼻子嘴巴 是幹什麼用的 上帝的眼睛嘴巴吃飯 吃飯真正的目的 除了供應我們的身體養肺外 吃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是什麼 快樂啊 我上禮拜開車 我在神野口開車 五個半小時到鳳凰城 我去看有一些 這個台灣的一些運動球員 他們現在在美國在打棒球 在所有的小聯盟 光給燕地安人隊裡面 就四個小聯盟的球員 三個是基督徒 那我因為有在做運動宣教 所以我就去看他們 前面我去那邊說 哎 劉布斯為你們討告 要好好地打球 請問這樣比較有用 還是 哎呀 你們很久沒吃牛肉麵了吧 劉布斯帶了師母做的牛肉麵 然後我們一起來洩飯討告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實際 牛肉麵實際多了吧 所以我前面我跟師母說 你要做牛肉麵 你要做牛肉麵 我第二天帶來一個保鮮盒 帶來一盒牛肉 因為你為他打敗完以後 你不能跟他說 那天牛肉麵你打敗完以後 你有沒有把對手刪陣掉啊 你是不可能談這種話題嘛 因為第一次回來以後 問他什麼 牛肉麵好不好吃 他說牛肉麵好好吃喔 牛肉麵謝謝你 他有沒有感覺到牛肉麵去看他 有 所以你知道吃 它裡面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當你吃的時候 你會覺得愉快 當你吃到故鄉 你吃到家鄉的口味的時候 你會產生這種愉悅的感覺 你會產生這種安全感 所以上帝創造嘴巴是幹嘛的 吃 而吃 上帝讓你吃是要給你什麼 安全 滿足 幸福的感覺 請問這是不是情緒 這是 所以上帝照太陽照月亮 上帝照了這些萬物 就讓你能夠看日出看日落 所以你看日出你會有特殊的感覺 你看日落會有感覺 人什麼叫年輕 年輕就是為父心慈如果 強說醜啊 年輕就是他的感情會很豐富 這叫做年輕 什麼是談戀愛 談戀愛就是兩個人到下雨的時候 就特別覺得浪漫 那什麼叫結婚 結婚下雨特別煩 這就是差別所在 什麼差別 情緒 情緒 就是你一個人信主前信主後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你一個人說你信主了 很清楚我信主終於不用下地了 你講的也太遙遠了吧 這答案也太詭異了吧 最簡單的答案 信主以後怎麼樣 平安 喜樂 我信主覺得好喜樂 我認識一個姐妹她就是說 哎牧師我真的好後悔喔 沒有早點信主 我說信主很好吧 信主太好了 他說最大的差別就是 現在常常很喜樂 覺得神很愛我 我前兩天去買水果在那邊挑 那老闆出來臉很臭 要買就買不要這樣挑 你捏捏捏捏 你要買誰買啊 他說以前老闆 只吵起來 我可能就會說 包起來全買 看不起本姑娘 捏捏捏又怎樣 火就會上來啦 他說現在就覺得神在安在我的裡面 阿老闆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他說就覺得都沒有關係了 然後覺得就很可愛 他說更過分的是 那個老闆真的是很欺負人 那個老闆說你不要讓我 然後喘過多數來搶救 他說 用台灣花花人誰做 在那裡不能嫁 這句話很傷人 就說你長得這麼醜 你還要挑漂亮的水果 你知道嗎 你挑什麼挑給別人誰買啊 我轉頭說 長那麼醜還挑 就大概這個意思 他說以前的話 我就覺得怎麼樣 我長得怎麼樣 就得罪你啦 我長這樣我給錢啊 真的也賣給我 他說那天就覺得 不所謂 大概是那天老闆心情很不好 大概是那天老闆生意很不好 大概是那天老闆 就跟老闆娘吵架 所以就牽入於我 無所謂沒有關係 他說阿老闆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那我趕快買 他說從的時候 一點都不覺得痛苦 一點都不覺得委屈 這是最大的差別 所以最大的差別就是 當你認識上帝以後 什麼叫做上帝與人同在 不是什麼風調雨順 你別以為基督徒買股票一定賺 千萬不要這樣想 別以為基督徒買房子一定賺 沒有這種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意義上說 我知道怎麼處富足 我知道怎麼處缺乏 誰是誰在 凡事我都得了秘訣 我靠著那家有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講得這麼複雜 其實四個字叫做情緒管理 就是我知道怎麼樣管理我的情緒 可是很多人誤會以為情緒管理就是 否認不好的情緒 遙遠就是喜樂平安 可是久了以後你會發現 基督徒給人的印象 我不知道在處有多少民視非基督徒 但是我想一定會有一個印象 基督徒最訓人厭的是什麼 你去問你非基督徒的朋友說 你有沒有覺得基督徒很討厭 如果他說有 因為他說什麼原因 排行榜第一名 你覺得是什麼 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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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永遠是 喜樂 平安 要到教會裡面 哎呦 平安啊 耶穌愛你 哎呦 我們一起來照美神 走出去以後咧 走出去之後 開車的時候 啪啪啪啪啪 然後窗尾搖下來 準備要伸宗子 你看哎呦 是屈木啊不好意思 你就發現說 我們大家很願意靠出喜樂 可是當這個東西變成一種文化 而不是一個真實的生命的表露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來到禮拜堂這個建築物裡面 大家都很喜樂 可是當走出去的時候呢 你的情緒與法對應這個真實的世界 為什麼 實際上說你要常常喜樂 為什麼要這樣講 可見多半時候日常生活發生的事情 我們是怎麼樣 是很難喜樂的嗎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就是因為很多的 你會有很多很真實的情緒 你會很生氣 你會很挫折 你會很焦韻 可是你會發現 我們很少談論這些情緒 我們只是說 你就是要喜樂要喜樂 所以後來我會喜樂 我當然不跟你講啊 因為有時候更奇怪的是 你看呦我最近不太喜樂 最近靈命比較不好 最近不太喜樂 我覺得他最近應該是 比較少留情 他最近應該是怎麼樣怎麼樣 不喜樂都是一種罪 你知道嗎 不喜樂讓大家有很多 議論紛紛的空間 那這個時候 請問喜樂還有什麼意義 喜樂是拿來定罪彼此的 那這樣的信仰生活沒有吸引你 耶穌說 我向你們吹笛的時候你們要跳 我向你們取愛的時候你們要哭 所以我們來看到耶穌的情緒 耶穌有沒有情緒 有 你知道聖經裡面其實在說 有一次耶穌到一個人家裡面 那家裡面的有一個小弟弟 最老妖叫拉撒路 他已經去世了 聖經常說 耶穌哭了 哇 真的是太假了 真的是太假了 因為聖經常明明記載 過不了多久耶穌就到 我們那邊說 拉撒路出來 然後拉撒路就走出來了 那你耶穌你記憶 你明明知道等一下 你要叫他出來 那你現在哭什麼 那不是貓哭 是假慈悲嗎 那不是很做錯嗎 那不是很虛偽嗎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的信仰 他最強調的就是真事 當耶穌到拉撒路的家裡面 看到人 因為親人過世的時候 耶穌的那個難過是完全自然流入 所以那一節經節只有四個字 叫做耶穌哭了 所以我們的耶穌是會哭的 雖然拉撒路 後來會從死裡復活 可是當你在這一刻的時候 你是會哭的 為什麼這段經文很重要 因為如果有沒有這段經文的話 其實徒的追思禮拜都不可以哭啊 但是因此有這段經文 所以你追思禮拜說你哭的時候 那你是很正常的 因為在那個時候你是很悲傷的 事情上沒有說不可以悲傷 只是說你們不要悲傷到好像沒有指望 不要悲傷到太誇張 那我不知道如果你從國內來的話 有沒有我們的這種習俗 台灣是辦喪事的時候 是拿麥克風哭的 你知道嗎 然後是職業的哭的 那是一種職業 你給他錢 他幫你哭 因為他必須要讓街坊鄰居知道 你家的人都很難過 可是你已經哭完了 可是你哭完 有個人他可能上禮拜在外地上班 他這禮拜才會來 他不知道你哭過啦 所以怎麼辦 你就得不斷地持續地哭 然後用麥克風放出來 用喇叭在整個街頭下尾就哭 然後就說 你怎麼這麼早就死了 我怎麼這麼苦命啊 就必須要哭掉 就在那邊哭是非常專業的呼法 那個基本上都會練過聲樂 不然連續哭好幾個小時 那要練過了才行 我們的文化裡面 常常用情緒的背後 是要表達忠孝結義 是要做一些道德性的這種立場的表現 你看我是很孝順的 但這不是我們的信仰 我們的信仰是你必須要真實的反應 因為上帝創造人的情緒 就是來對應這個世界 所以上帝用眼睛 鼻子嘴巴給我們的五環 就是讓我們有感覺 這是上帝的形象 上帝的形象是有感覺的 不然你怎麼解釋 耶穌在柯西瑪裡面祷告 耶穌在柯西瑪裡面祷告 那個祷告是祂 整個耶穌生命當中 最軟弱的一個時刻 耶穌祷告的內容是什麼 祂應該是祷告說 主啊得色的日子到了 再過上天我就復活 那些笑我的人到時候 他就知道誰才是本角色 有什麼好笑 他就知道我是神的兒子 還不信我 我講的那天都不信 我叫祂從斯里佛 他們也不信 我行的神經都不信 我從斯里佛 我看祂信不信 主啊祢同跳的時候到了 感謝祢 該是報仇的時候了 該是成冤昭雪的時候了 該是祢向世人 證明祢自己的時候了 都不是這樣 耶穌竟然討話說 父啊倌若可行 叫這杯離開我 哇天啊 你這耶穌會太坦白了 耶穌這麼坦白就算了 門圖幹嘛這麼直接 你不會自己這樣不要記上去嗎 你為什麼要把它寫出來 因為我們的信仰 從來不是虛偽 從來不是假裝 從來不是生氣了說沒有 記住了說沒有 然後還在說 沒有關係 神與你同在 我為你高興都來不及 可是心裡面根本就不知這種感覺 我們必須勇於承認 我們心中所有的情緒 所以那些情緒本身沒有對跟錯 而是說當你有這個情緒的時候 你需要安靜下來問自己 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 而我有這樣的情緒 它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這個信仰他才會有吸引 所以為什麼耶穌吸引大家跟隨他 因為耶穌跟我們吃法利塞人很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耶穌非常的真實 耶穌發不發脾氣 發脾氣 而且耶穌發脾氣都來動手 只是沒有打人而已 耶穌進了聖殿 耶穌看到他們在聖殿裡面做生意 耶穌說這個殿是什麼殿 討報的殿 你們怎麼讓它變成賺錢的機會 殿財 宗教殿財 這應該是最近蠻行的一個話題 怎麼會利用宗教在殿財呢 一個銅像賣33萬 一個什麼雕像賣什麼 其實這應該是可以 真的可以試試看 你們可以把你們主任牧師做個公宅 我相信還是會有人買 因為要表示我挺主任牧師 家裡面買個十個放在那邊等等 這個耶穌完全沒有辦法認同 信仰絕對不可以跟戀才有任何的關聯 所以耶穌就很生氣 耶穌覺得這個我都可以忍的話 當然有什麼不能夠忍 所以耶穌就發脾氣 把他們通通趕出去 所以我們必須明白 我們一個人活在世界上 你不能夠沒有一個正常的情緒 只是你也不能夠說我所謂是 我現在就是發飆啊 我就是要砍人啊 我現在是氣 我就是要翻桌子啊 我就是要摔東西啊 因為劉牧師說的啊 我這情緒我很正常啊 那這不是叫做正常的 你不是用透過我可以表達情緒 而讓自己變成一個放縱的機會 聲音上說了 不要把自由當作放縱的機會 所以這就是每一個人要學習的事情 就是你要先認識自己的情緒 你要先了解自己的情緒 你要先會辨認自己的情緒 但是華人因為我們太大力了 那沒有辦法 因為皇帝的制度底下 就是不要太得意 華人說樂極如了聖輩 那華人就是這樣 他就是你也不要太得意 好 那你也不要太難過 所以我們都是在情緒上說說 啊中庸就好了 中庸就好了 我們那裏面有很多的恐懼 我們怕如果太多的高興 也會有不好的事情 我們那裏面是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們因為沒有安全感 不是很敢自由的表達情緒 所以在我的文化當中 有很多的禮貌 有很多很多的這種表面的功夫 讓大家看不出來 我真正的感受到底是什麼 而這不是我們人活在世界上 上帝要我們生活的方式 所以上帝照顾的時候 給過我們眼睛 給了我們耳朵鼻子 所有的五官 都是讓我們知道 怎麼樣去感覺 而人用感覺的時候 人才會意識到自我的存在 所以當你在做一件快樂的事情 你就覺得我好滿足喔 那這些事情 未必一定是要多麼高尚 有時候基督徒很奇怪 某些基督徒就是 我只能夠讀經討告的時候 覺得很滿足 這時候我跟上帝最親近 如果我就打籃球 覺得很滿足 你這好像不太熟靈喔 其實不是這樣 上帝知道這個時節 當你在吃飯的時候 當你在畫畫的時候 當你在運動的時候 當你在做任務的時候 你也都會感受到神造理 是非常奇妙的 所以當你發現 你可以用這個協調 用這樣的方式 去表達你的生命的價值 你會覺得 那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現在 你看我去看這些 小聯盟和大聯盟的球員 你說王劍比也好 或者你說這些 隨便一個投手 他只是拿一個球 他能夠把那個球 丟到那個地方 他能賺多少錢 你有想過這樣合理嗎 你突破師父都要死 他只負責拿一個圓圓的 然後就丟到那個洞 他一年就賺了幾百萬美金 然後那些吃飯的選手 他只是那個球台 他把他打出去 打得很遠 把他打高老夫球吃飯 給球放地上 把他打得很遠 他就比你賺更多的錢 你真的想不通這個道理 這就是運動的奧妙 這就是運動 所以當一個人在運動的當中 他不但可以經歷上帝 他還可以服侍上帝 所以當我在運動的時候 我如果把這個運動做到很 很有美感 他覺得好棒 我願意花錢 來看你比賽 所以為什麼要做運動的事工 因為當你去看運動的事工的時候 你裡面的情緒 會被挑望 所以看一場球賽 你會整個被挑望起來 所以今天晚上 就在今天晚上 台灣有一個重要的比賽 因為台灣的高中在舉行 整個高中的高中聯賽 籃球賽 然後今天晚上我的孩子 他們就很興奮 他們要等著看球賽 因為我們支持兩個球隊 我們支持一個女籃 在台南叫做永仁女籃 我們很支持她 為什麼 因為這個教練是基督徒 而這個教練在美國信主 而當信主回台灣以後 他就開始問上帝說 我要怎麼服侍上帝 那我們心想說 那你這個籃球教練 讓你只能夠到教會 組個籃球隊服侍上帝囉 不然話題唱詩歌你也不會 戴金塊你也不會 戴小鼠你也不會 你就只會打球 我打球怎麼服侍上帝 可是他怎麼服侍上帝 神告訴他說 你要去翻轉體育節 因為人們是為了要 為了要 勃克一觀半隻混口飯吃 所以去做體育 這是不對的 所以他說 他要做的事情是 讓人去欣賞一個運動 讓人在運動的當中被感動 他說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帶我的球隊去比賽的時候 人家看我比賽被感動 那就是我服侍上帝的方式 我還第一次聽到 兩年前 我在球場看到這樣一個球隊 所以他太太跟我打招 然後我也不認識他 他就說 我是某某球隊的教練的太太 然後我們的教練是基督徒 我就趕快去採訪他 我才發現 原來他是帶著一個夢想 原來他是覺得 全世界只有台灣跟大陸有體育系 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嗎 你們知道美國是沒有體育系的 所以你打個校隊那不是體育系 我已經不知道 我也全世界跟台灣一樣 打球的踢球的這些運動員 他就在學到他的專業叫做體育系 一直到我跟這個教練談話 教練說 體育是一種lifestyle 是一種生活的方式 運動怎麼變成一個謀生的工具呢 他說這是不對的 他說只有台灣跟大陸是體育系 所以這些體育系的人 居然就找不到飯吃 因為他就只會做那些事情而已 就你看台灣的很厲害的國手 叫做黃平洋 你知道他後來就幹嘛 賣便當 因為他只會做這些事情 他說那中國大陸也是很慘 那中國大陸最聰明就是跳水 沒事嘛 跳啊跳啊 他從小到大就是只會跳 等他長大跳不動 他只是要跳樓 因為他就只會跳 他不知道他會做什麼了 他說這是不對的 運動是要讓人 我看你運動的時候 我會被感動 他說所以我希望 我帶著這些高中生 他們是又打球又讀書 不是每天不讀書 只打球只打球 有些不打球 就人生就完蛋了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訓練他們的球隊 是整個女子八強裡面 唯一二 就是只有兩支球隊 不是體育班 他們就是正常的高中生 下個四點到八點 然後只有兩個球隊 一個是泳人 一個是台灣很出名的 主要叫北一女 那北一女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外型人 就是不讀書 功課也很好 大家都知道 他們是很會讀書 很會讀書的 那台南 泳人旅男本來是一定要關掉的 泳人是一定要關掉的 學校 所以這個教練回去以後 透過籃球把這個學校的名聲 整個帶起來 台南市政府 前幾年頒發給他 說直接 他本來是學校的球隊的教練 然後 台南市政府直接說 你就直接當老師了 直接把他升格為正式的一個老師 因為他對整個台南太有貢獻 你就發現 運動 當運動 比賽場他會感動 大家來看說為什麼喜歡看他比賽 別人都是不讀書直打球 他們是直打四個小時 四點練球練到八點 所以當汽車採訪他說 哇為什麼球隊這麼強 都第一名 他說球少打一點 那你說別的教練師都不能跑 我怎麼可能 我都不吃飯不睡覺 平平在練球的 他說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你是讀書幫助打球 打球幫助讀書 這就是中國不太強的文武雙拳 他說你要他自己打球運動的時候 他是快樂的 你必須要看球的人是快樂的 是滿足的 所以當你看到我們這些人 我們球練的比人家少 可是我們奮戰的精神 你會感動 所以為什麼奧運這麼多人看 當你看到你的國家的選手 穿著你的國家的國旗的衣服 在場上跑 在場上跳 你就會感動 上帝給人的 就是要讓你為態度 所以當你透過萬物 透過你吃 透過你看 透過你運動 你們很感動 而另外一支男子的球隊 也是都記錄到四強 因為那個球隊當年 我兒子打籃球 跟那個球隊一起練習的 結果那個球隊 當年那些高一的學生 今年高三 二十一連勝 去年是沒有進決賽 今年要從資格賽 會外賽 一路往上打打打打打打 一場都沒輸過 二十一連勝 現在要拼再贏兩場 全勝封王 那些人現在在場上打的 都是當你跟我兒子一起練球的 所以我兒子今天晚上說 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在這邊看他們 怎麼樣能夠拿到那個冠軍 所有的這些裡面 這些運動 它輕鬆到你的情緒 而所有的已開發國家 都有好的職業運動 因為當大家這些奉公守法的人 白天公中的要死了 晚上你不給他看一個職業運動 他白天的壓力 他的情緒 他只能白天的疲倦 他的情緒 他需要發洩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些職業運動 各種各樣的職業運動 如果他下班不去運動 請問他去做什麼 身強體壯的男人 你不要害羞回答我去做什麼 當然就是喝酒啊 當然就是叫小姐嘛 當然是看鋼管秀嘛 當然就是透過這些感官的刺激 讓我們裡面內在的那種疲倦感 能夠得到疏法 所以所有的進步的國家 都有職業運動 所以一個職業運動員 他是透過他的運動 他也在服侍上帝 一個牧師要開步道會 你一場要一萬人 你知道你要除非多久 可是一個投手是基督徒 當在場上投球的時候 一萬多個人就來看他投球 然後他採訪他說 哇你怎麼看著你跟對方對決 真的好棒啊 他說對 因為我是為上帝而投的 這就是上帝一個人的情緒 在你的動靜之間 都有很多情緒在流動 所以每一個節目都必須明白 你不能夠否認你的情緒 你不能夠不認識你的情緒 你不認識你的情緒 你就不認識你自己 而你不認識你的情緒 你也不可能跟別人有親密關係 因為別人的難過你不懂 別人的恐懼你也不懂 請幫幫我再跟別人 在做符號的時候 我都是覺得這個真的很難 當一個太太說 我真的很難過 我覺得我都不被你了解 那個先生說 你到底在講什麼 我錢也拿回家的 我也暗時回來的 我也沒有萬遇 你到底還想要我怎樣的時候 我們真的很難幫忙 因為他沒有辦法感受 他感覺不到對方的情感 他感覺不到對方要什麼 而一怕對的人就因為這樣子 他的情感沒有被了解 只好到KTV去唱歌 唱什麼歌 唱什麼 唱什麼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要不然就愛上一個不該愛的人 要不然就是怎麼樣 把車窗都打開 然後呢 換一個痛快 然後呢 就幫你灌醉 泥巴窩灌醉 我就這樣 怎麼會這樣 因為他在真實世界裡面 他的情感沒有被了解 他每天都工作像機器一樣 就在那邊坐的時候 沒有人給他安慰 所以男人永遠搞不懂 為什麼女人回家說 你還沒有說那句話 男人說哪句話 你也知道就是那句話嘛 其實講了七百遍 你每天聽那句話不煩嗎 不煩我就是喜歡聽那句話 男人就永遠搞不懂 那句話到底有什麼好聽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進入別人的情緒 我們站在我們的情緒 覺得我不需要 所以你也不需要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理解說 當你這樣對他說的時候 或者當你說老婆辛苦了 老婆謝謝你 你永遠沒有辦法體會 你講那句話的時候 對方是什麼感受 而我們要問的是 信仰的幫助人更真實嗎 那你覺得我們做牧師今天待會兒 趕快一個人 快要離開世界了 趕快問他 你接受耶穌基督了 沒有啊 快點啊 快點啊 快要來不及了 你覺得我們一片段 做這種事情嗎 那不是跟一個人人也 不 我們做的事情 完全對於一次在同中 有一個人 那真的就是臉中了 醫生已經說 大概 醫生判斷 可能他就待會消失了 我急著趕快帶他去世嗎 我覺得他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就拉著他的手 我就問他 我說 你這一輩子 有沒有對你太太說過 謝謝你 有沒有對她說過 我愛你 你知道長輩是 不說出來的 長輩覺得 知道就好了啦 說出來幹什麼 說出來就對我那點意境了 可是太太站在旁邊 真的那個氣氛是非常非常詭異的 太太站在旁邊 一直在不捨 在那邊流淚 先生插管 不太能夠講話了 我說你要不要 要不要趕快 一輩子說一次 他一輩子都難忘了 先生點點頭 我說來那你現在說 我是不是跟太太說 趕快 你先生要跟你講 他也知道他要講什麼 可是你知道跟你聽到的是兩回事 對不對 這是上帝造人耳朵的作用 OK 所以太太過去 其實用非常微弱的氣息 說謝謝 太太馬上飆淚 馬上跟水龍頭一樣 啪 那我說 你要不要趕快看她說 你很愛她 她說 真的很深情 真的是非常深情 眼睛看著太太說 我愛你 太太緊緊地抓住她 這時候我說 我們相愛是不是很寶貴 你們喜不希望 我們將來永遠 將來在天上還能夠看得到 你喜不希望這個 現在的這個感動 不是虛幻啊 是真實的 什麼是真實 就是它是永恒的 才是真實的啊 你一秒鐘出的下面 就不在了 那是虛幻的 就是說你必須要知道 聖經上說 愛是永不止息 這個愛是從上帝來的 所以希望你把這個愛 放在你的生命中 聖經說 人有了神的兒子 就會有生命了 所以你趕快 這時候我來為你禱告 你讓上帝住在你的心裡面 讓上帝的愛 住在你的心裡面 這時候對他來講 上帝的存在是如此的真實 而不是你連引導 他說的我愛你 說的謝謝都不會 趕快再做業績 快一點 快點快點 你趕快要 然後最好在你 臨終的情報 趕快給你送信 感謝主來得及 我們做了抬頭的 宗教的行為 我不是說這樣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有時候我們好像 重點放錯了 我們只在路之間 有沒有趕快 成為一個基督教徒 我們就沒有體會到 當親人要離開的時候 他們的心需要 另合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對於人的感情 我們對人的情緒 我們常常是冷漠的 文士跟法利塞人 就是對人的感受 是冷漠的 所以耶穌的講道很心遠 因為耶穌的講道 都是有溫度的 因為耶穌跟他們生活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跟耶穌在一起 可以看到耶穌的反應 都是很自然的 所以當彼得 三次不论主的時候 耶穌很自然回頭 看他一眼 那個看不曉得 是不是瞪他 不知道 應該不是 耶穌不像是這種人 但是耶穌看過他的時候 那個意義很深遠 至少讓彼得 突然間覺得 哎呀 耶穌不是說過了嗎 我怎麼是這樣 你再回頭 回去看似乎 你看耶穌根本都生活在一起 你去看到耶穌的情緒 你看到 當耶穌行走 在水面上的時候 因為門徒突然之間 在海上遇到了風浪 他們就很緊張 他們就很害怕 他們不知道會怎麼樣 耶穌在山上逃跑 於是正經記載 耶穌就行走在水面上 那你有想過這戰經濟嗎 你有想過說耶穌是怎麼行走水面 因為說太好了 該是我表演的時候了 平常都沒有機會讓你知道 我也是可以救水的 不是 耶穌只是希望很快的到達門徒 他的面去 耶穌只是心細於他的門徒 他了解他們那個慌張的感覺 如果這時候耶穌用 什麼自由式 挖式 養式 你不覺得那畫面是很可笑的嗎 所以這時候最自然的方式是什麼 行走海面 耶穌海面上走過去 並且赤子動浪平靜 然後別人說 我也要來耶穌你就難了 那是用很美的描述 所以當你去理解耶穌跟他們 都生活在一起的 feeling 情緒 感受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整個信仰是非常邪惡的 當然你要更放大 從舊約到新約 你看到上帝怎麼樣從舊約的時候 對人有殷切的期待 神如何呼召人悔改 神如何派先知 那裡面都有他的情緒在裡面 所以如果我們作為今天的基督徒 我們不太理解情緒 我們也會表達情緒 我們也無法任何別人的情緒 那坦白講 你就算聖經很熟 你導化很長 基本上別人還是很難感受到 碰到在一起的時候 感受到那個生命的真實面 所以我們都要很感謝上帝 上帝給了我們情緒 可是因為我們過去對情緒非常的陌生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很多很多 情緒的錯亂 包括你生氣的時候 你也否認了 說我沒有生氣 明明在廚房炒在你炒得很大聲了 水溫頭開得很大聲了 那孩子說沒有啊我沒有生氣啊 然後我們裡面常常其實是 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情緒在表達的時候 我們就會習慣以前小的時候說 男生哭什麼哭 於是我們就把情緒吞下去 一直到今天男生在電影院 看電影的時候如果看到感人的經濟會哭 自己都覺得很丟臉 覺得有什麼好哭的 一直到今天 我們都會認為表達情緒 是一件很不恰當的事情 但是正因為這樣子 我們跟人群的距離 反而會越來越遙遠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要再一次思想 我們在座 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我們都必須要更深的認識情緒 我們也要感謝上帝給我情緒 來應對這個世界的熱 這個世界的熱 這個世界的悲歡離合 這個世界的情懷熱 所以認識情緒非常的重要 好 了解情緒 而且試著跟別人溝通 而且試著進入別人的內心世界 唯有這樣子 我們才能夠把神愛帶到這個世界上 所以接下來我就請師母開始來跟大家 來分享 再一個比較他們在做很多的情緒的 這種輔導 或者是說我們透過聖經 在做教務輔導關懷的時候 有很多很多情緒上 實際上我們需要面對的一些 怎麼陪伴 怎麼同理 還有怎麼樣認識自己的情緒 我們等一下的時間 交給師母來分享健康